这7路电闸,随便合哪一路 路电保护器都有可能跳 就从今天早晨开始 他们最后发现这两路 只要不合闸,就跳得轻 所以这两家就不送电 不送电可不行,人家的营业 所以这一家找到我 怀疑是从这个电闸 到电里这块电路有问题 在地下 让我来测一下有没有问题 现在这两个闸,随便合哪一个 路波都会跳 而这一个闸 这一家在装修 剩下的电负都是正常营业 这种情况下能测漏电吗 一般就是漏电造成的 电里的闸也拉了 拉掉电闸一盒也跳过 所以怀疑是地下的主线有问题 有万人表现测一下 电闸下面的三个火线 现在是没电的 对主零线,看看漏不漏电 为什么对主零线呢 零地是通的 测的还行,还都不漏电 不漏电 那线与线之间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它会跳这个小闸 而不会跳这个250韩的漏电保护器 像与像之间也没问题 他们说 这两个电闸拉下来以后 偶尔总闸也会跳 这就有点意思了 以前从来没出现过这种现象 他们就认为是这两家电路的问题 漏宝出来的零线和这七夹零线接在一起 这两个漏宝,一个漏宝带了七夹 右边这个漏宝带了七夹一点问题没有 就左边这个老师跳 拉掉电力的总闸以后 再把这个电打送上就没问题 这就让人更加怀疑是电力的问题 但是我到店里测了它所有的电路 都没问题 所以我怀疑这几根零线有漏电的 零线漏电严重 会时不时的跳漏电保护器 在我检修第一夹的时候 里外都拉掉了电闸,拆掉了电线 但是我发现 总漏宝还是跳 更有意思的是 拉掉了所有电闸 这七路全拉掉 那个漏宝也跳 或者是随便合一路 也不一定哪一个 一合就跳 那就测零线吧 一路路测 看哪一路在漏电 我是直接测零线与零线拍 这个零线是往店铺走的 这个是一百道头啊 这路零线漏电严重 确定 就这一个零线漏电严重 测的其他电路的零线都好 那就找一下这个零线 是往谁家走的 和这一路线进了一个管 一个传线管 就是这一家的零线有问题 第三家 正在装修的这一家 那就去看一下呗 正在做吊顶 做割断 部分电闸已经拉下来了 我拉掉总闸 拆掉总进零线 那头也拆开了 这头也拆开 单独测量 看是主零线的问题 还是分线的问题 测进来的零线与地线 没问题 主线是没问题 在测端子排上的零线 就是它房间内的零线 表证一摆到头 是他们家的零线在路电 而且很严重 还有往二楼走的零线 也把它拆开 一楼二楼分开测 测一下一楼的零线 是一楼的零线的问题 房间正在装修吊顶 问干活的师傅 打野的时候是不是打到线了 有个师傅说话说了一半 说好像打到线了 然后就跳闸了 再问就不说话了 打到灯线了呗 我把灯这路线 单独给它接了个漏电保护器 可以单独测一下这个灯的电路 直接测灵火线与地线 表证一摆到头 漏电这么厉害 当然会直接跳外面的漏宝 跳总漏宝 行了 物业的师傅跟我一块 情况也都了解了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灯电路没合纱送电 在这再测 刚才漏电的 现在不漏了 这样把零线恢复 就没问题了 零线漏电轻 它这个大漏电保护器还不跳 像这种直接打到线 直接接地 300毫安的漏电电流 也会跳 好了 这样把所有的电闸送上 这样我的检修也就完成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你们那里的工厂开始限电了吗 按照要求 在一定的时间内 用电总功率不能超过50千瓦 测一下电流 290安左右 中间这一项也是 差不多 测出电流算功率 如果说1000瓦 按2安的电流来算 就是150千瓦左右 但是不能这么算 为什么不能这样算 你看啊 我掐一下它设备电流 看这个小磨床 掐出的电流 11安 5000瓦左右 这么大的速空机床 有很多台 掐一下电流 4安左右 4.4安 才2000多瓦 看着挺大 运行起来电流不大 这个电流不稳定 电路在运行 测出来的电流也不一样 功率不大 大的是这两个空压机 看这一台空压机的电流 19安多 10千瓦左右 另一台空压机 27安 15千瓦的空压机 如果限50千瓦 这两个空压机占一半 我这只是大概的一个算法 空压机一开 这些设备就开不了几台了 主要有些单向设备 就是220伏的设备 你看这个电流 瞬间电流很大 这个就不好掌握了 就是在焊接的时候 这个时候电流大 电流大功率一下就上去了 那怎么办呢 这有个总电表 可以看功率 A项 B项 C项 还有总功率 2.1千瓦 这个可以乘以倍数的 它有护感器倍数 护感器等一下看看在哪 每一项的功率 0.7千瓦 0.6千瓦 这应该乘以倍数 如果护感器倍数是100倍 那就是 那就乘以100 单向的电流也有3A 3A乘以100是300A 跟我刚才测的差不多 这个电流是不断变化的 旁边还有一个电闸 下面接了三路线 看一下有没有电流 近100A的电流 这个是补偿柜的电流 问厂家 厂家说不是耗电电流 那这个电流是什么电流呢 这是补偿柜的护感器 电表的护感器没找到 在变化器里边 应该是100倍 它这个可以这样看 找一下三项总功率 2.1 正好是ABC三项的功率 加起来 就是总功率 总用电量 我写出来了好看一些 有功的总功率 是总用电量 它是每一项的用电量 三项用电量相加 等于总用电量 刚才电表显示 总有功功率2.1 A项0.7左右 反正这个数字在变化 B项的功率 包括C项的功率 都是在变化 加起来2.1 测的三项的电流 在3A左右 也是在变化的 因为设备一开一停 所以电流不一样 电表上显示 跟我测的相差100倍 所以是乘100吧 这样算功率和电流之间 它们之间的倍数是 电流除以功率 4.2倍 B项也差不多 4倍多 这样看是1000瓦 等于4A多电流 就先写4A吧 这么一算 怎么变成1000瓦4A多的电流呢 4.几A 不是说1000瓦 2A的电流算吗 老电工大都这么算 它这里有一个感性负载 这个是对感性负载来说的 而现在测这一个 电路中有主性负载和感性负载 所以说刚才说1000瓦2A的电流 可以用来三项电机 这个电流估算 学电工 绕不开欧姆定律 就是计算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 测出电流乘以电压 就是功率 就是电器的用电量 刚才说的主性负载 你比如它工厂有很多加热管 灯泡等等 你比如220瓦的电 可以按1000瓦4.5A来算 三项电就不能这么算了 三项电加热管 它的电流计算 可以简单的按下面这个倍数来算 主性负载 用220V的电的1000瓦4.5A电流 电流是功率的4.5倍 三项电的加热管等等主性负载 1000瓦是1.5A的电流 一般工厂三项加热电路和单项加热电路都有 你说算电流怎么算呀 只能是估算算个大概 不光有加热电路 设备更多的是电机 三项电机 单项电机 它的计算功率还是不一样 220V的电机 1000瓦5A6A 运行起来差不多就这个电流 也是根据负载的大小 电流有大有小 三项电机 就是咱们常说的1000瓦2A的电流 刚才那两个空压机测出40A的电流 1000瓦2A来算 大概20个千瓦 所以说它这个设备 限50个千瓦 那只能开四分之一 关键是有的设备一会开一会停 您说怎么办呢